有請陳主委 校委員好 主委我們這個傳統的公共工程在看待交通建設 都是就是例如說造橋鋪路 這個榨山洞開隧道 這個鐵路工程等等 但是現在國際上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說 尤其台灣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對於海上的交通 很多國家其實行之有連 尤其是近幾年的這個 船隻的穩定度跟技術還有速度 都已經成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種交通工具 我們在北歐也好 夏威夷各島之間也好 成為很重要這種所謂的Ferry的交通工程 你的遊覽車也好 一般的小客車可以直接開到這個Ferry上面 從一個接駁點到另外一個接駁點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整個在看待交通工程 還是用傳統的角度在看 就是一定要榨山洞開隧道 一定要照馬路 但是我們環境的脆弱在我們的蘇拉颱風 或者是前幾次幾次重大的風災 我們都看到事實上有時候 包括現在的一些鐵路工程 在經過像花蓮的自強隧道 他現在在蓋整個都貪崩的非常的嚴重 我們都不知道在重新做過地質檢測之後 這樣的路線還能不能繼續開得下去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請教的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公共建設 公共工程 包括藍色公路的新建 他不需要去開山洞去炸隧道 但是他事實上也構成一種重要的公共交通 也就是說當一個路線他不通 例如說我們蘇花公路常常斷線你也知道 只要一下雨甚至路還沒有斷 我們基於用路人的安全 我們就開始封路了 讓這些農民的農產品也出不去 要進進出出的甚至鐵路都會中斷 那當然在颱風天來臨的時候 這個海上的也不能行走啦 但是在颱風過後 這個馬路柔長寸斷 可能還需要半個月幾個禮拜的時間去恢復的時候 變大家都變成孤島啦 有沒有其他的選項 所以我現在要提出就是說 你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能不能夠有新的態度來看待 把海上的公路 把藍色公路也當成一項重大的公共工程 那他是否能夠適用我們現在的促餐 公共工工程的這個要鼓勵民間去投資 那有一定的包括稅付上的優惠 甚至是一定的這個油價的補貼 或者是其他的優惠 能夠吸引我們許多的在國際間也好 國內也好的一些業者 他能夠去爭相 去開始有相關的計劃 讓我們多一條交通的選項 好我想蕭委員這個見解非常的好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的了解是交通部 他們也在積極做這個規劃 包括這個因為不是只有船的問題 你要停泊要有港灣還有配合 需要一些包括這個如果是我們有這個客車上下船的這些設施 這個不難啦 技術上是可行的 這個部分是一個原因 另外的話其實過去也走過 主要是東北季風 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大概幾十年前 但是你也應該知道現在國際上對傳播的技術是已經進步很多了 這個沒有問題 是可以克服過去這個東北季風的問題 甚至速度也更快 以前要搭半天要搭一個晚上的船 現在可能一兩個小時就到了 這個是一定是這樣的趨勢 因為國際郵輪它就是規模過大 它一次坐四千個人 所以它那個排水量很大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local的 現在里克的量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的確要從整個政策面 怎麼去胡島協助 不然你有船買大船 結果遊客里客很少 實際上也沒有辦法 這個在財務上可行 然後你船大的話 就要停破那個港灣 就不是以港或其他的這個設施 有辦法去停破 那這個部分我了解 這個交通部 它審慎的在做這個評論 你的了解跟我詢問交通部的這個了解是不太一樣 交通部的態度基本上是樂觀其成 沒有什麼積極性 我想這個可能涉及到我們很多傳統的觀念 覺得公共工程就是要去鋪一 就是要去水泥去鋪一條路去造橋去炸山去開隧道就是這樣子 未必這樣 這個其實海上交通海上因素在四面環海的台灣 這個是絕對要善用的 尤其是近這兩三年 這個傳播的技術跟穩定性是有很大的一些進步跟突破 那我是真的是希望你們能夠重新去思考 從長期也許短期來講 你覺得它的經濟效應不夠大 但是長期來講 它是另外一個交通的選項 它甚至對環境的影響跟破壞力 都不如我們現在在進行的一些重大的工程 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經建會交通部 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工程會一定支持 我們認同這樣的想法 那你們支持之外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例如說我們的這個促餐 我們要鼓勵民間的投資 鼓勵民間的參與 有什麼樣的一些作為 有沒有一些配套 是可以讓這樣的一個 讓這樣的一個新的概念 能夠趕快來付諸行動 好跟委員報告 如果有需要我們要透過修法 就是促餐法的施行細則 目前遊艇碼頭已經是促餐的類別 就是碼頭你可以去做 公路也是 但是航線還不是 所以這個部分 我現在就想好航線本身 甚至是船隻本身的 你要開放這個航線 就跟我們那個手機 那個航線其實是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要跟交通部來談 那是不是能夠拜託更積極一些 那我們在這個 這個包括蘇花改 或者是其他這些未完成之前 真的很多用路人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不只是不方便的問題 甚至影響到整個區域的產業發展 影響到區域的產業發展之外 包括我們政府一直在推廣的這個觀光客進來 變成它跟地方的這個交通是排擠的 現有的這個火車的量 都是有限的 那我希望你們能夠用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 那接下來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參與WTO之後 我們當然也簽了這個GPA 這個政府的採購協議 那在國際間其實 因為我們總希望我們國家對外整體的產業關係 跟投資關係是一個diversify 是多元化的 那包括現今政府的政策上 我們要推動跟其他國家和區域簽署FTA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 那我最近也請教了 包括歐洲的歐盟的朋友 是 就FTA的可行性 畢竟韓國都簽了 韓國是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 是 他跟歐盟簽了 跟美國簽了 我們還不知道拖幾年啊 對 人家給我們 他們給我們的答案是說 我們現在還設定了很多的非關稅障礙 是 讓這些國家跟台灣簽FTA的意願 會影響 甚至人家連想都不想 都沒有興趣 連評估都沒有興趣 他覺得我們沒有誠意嗎 是 所以我們在設這些非關稅障礙 我當然知道說我們很多出發點是為了要保護我們國內的產業 可是主委你也放眼全世界啦 是 幾乎強大的國家都是對外非常開放的國家 也是跟國際接軌 也就是說 包括我們國內的一些重大的這些 我們的 我們國家 我們國內的這些公司 現在要到全世界去發展 他也投資別的國家的公共建設 對不對 像新德里的地鐵 現在是台灣的公司在做 我覺得我們應該多鼓勵 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公司出去到別的國家 有公平的機會 可以去競爭 可以去做別的國家 對 那同樣的道理 台灣也應該要提供一個讓 國際社會也認為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是符合我們在WTO裡面 我們根據GPA的協議 我們的基本的commitment 對不對 對 這個委員的看法 絕對正確啦 特別是台灣 我們公共工程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極限 能夠到外面 到對岸去 這個是很大的空間 包括東南亞 他們需要很多公共建設 當然 中國的這個系統還是非常封閉 它有它的這個Rule of Law的問題 我也知道很多台商在那邊是經營的非常的辛苦 可是畢竟 甚至根據歐洲 歐盟的官員跟我說 中國的公共工程市場比台灣還要開放 就國際的競爭的角度來講 它的重大公共建設 它的國際標 全世界最好的這些國際標 那讓我再看到短期內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保護台灣的廠商 可是保護到一定極限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 反而影響到我們台灣廠商 它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公共工程的品質 也影響到台灣整體的投資和產業環境的國際化 那對於現在歐洲國家紛紛跟我們提出的這些 我們所設定的這些 Non-Tariff Barrier這些指控啊 這些質疑啊 你們有什麼樣的回應嗎 我想在工程的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韓商日商 他們很早就有分公司在台灣運作 我們的顧問公司 也是有國外的大型的顧問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也在國內 所以其實這個委員談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可以說是百分之百支持 而且絕對是對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競爭的時代 你只有透過大家的合作 跟接受挑戰才可能成長 才能夠把才有競爭力 但是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整個台灣的環境 在怎樣的一個空間之下 讓我們的工程產業一面提升一面強化競爭力 所以我提到為什麼我們要推動統包其他的技術 這個就是國外他們都很強 但是我們還很弱 假如我們一直用最低價的方式去競爭 國外他不願意進來是因為我們的價格太不好了 價格不好有時候也影響到品質 那當然我們國內的這些工程公司 他既然有一些已經有能力到國外去做人家的重大的公共建設 表示台灣不見得是沒有這樣的競爭力 只是我們一個長期環境的結果變成要出去的工程公司 但是數量很少啊 沒有錯啊 但是以台灣的技術 台灣的人才難道沒有更大的這個產業發展空間嗎 有啊 像我剛剛講的新德里的地鐵 全世界人口最密集最集中的印度 他的地鐵也是我們台灣的公共工程 我們台灣的工程公司 我知道啊 大陸工程去但是做得很辛苦 他當然做得很辛苦 但是他經過這個挑戰 他有累積這些經驗 以後亞洲哪一個國家的公共工程 甚至歐洲他都有能力去做嘛 對 所以我現在是 我為什麼提出這個來 就希望你們能夠積極的去回應 各國現在對台灣 對GPA的執行面 覺得還做得不夠的地方 畢竟我們要推動台灣跟其他國家簽署FTA 我們一定要跳過這個障礙 我們一定要去面對這樣的指控 我們要更積極的去面對 不然這個問題無限期的停擺下去 我們馬政府只是喊口號啊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FTA 我們要跟大家事件接軌啊 問題是人家連談的興趣都沒有啊 因為我們有這些現成的問題存在嗎 所以還是要積極去積極的面對 要勇於面對這些挑戰 謝謝 謝謝蕭伟